Leo聊世紀天梯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庫曼人 這趟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瑪雅這個文明 瑪雅人特色工兵單位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資源可以挖得更久一點 他的戰術打法是以步兵跟工兵為主的 工程器稍微不太行 因為沒有工程工程師 但是還有大衝車可以當作前排坦克跟工程部隊使用 比較適合搭配羽毛劍射手或是搶武 加上大衝車槍兵的路線 或是配上白鞋老鷹也是都是相當適合的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塔塔這邊選擇文明是庫曼人 庫曼人特色是騎兵移動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封建時代就會蓋下額外城鎮中心 他的射箭場跟馬舅造價也是非常便宜 也很適合直接打一個騎兵馬弓路線 都是OK的 他的步兵路線其實也是可以打的 而且基本上是有滿的 雖然沒有軟甲 但是槍兵劍有 就是三攻三防 那後期庫曼人比較缺乏的是沒有工程工程師 只有大衝車跟重頭 沒有火炮 火炮的話也沒有辦法升級重型的 那最主要打法還是要靠自己的遊俠當作主力 或是清查單位 最後排輸出的好幫手 好介紹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可能地形 那目前看到地形的部分 庫曼是前方有黃金 這裡可以補個TC還可以 左邊部分黃金離得比較遠 石頭的部分也是 這兩個地方是相對不好守的 可能要補一根城堡 補在這個高地點 這兩個資源才能守住 那如果補這個位置的話又太邊邊角角了 所以要看要不要補的後面這個位置 再稍微守護一下後方木區的位置 那不管怎麼說 塔塔左邊這個地方開放地形 是不太好防禦的 對方應該可以一直進來 除非塔塔可以在前面建立起一道萬里長城 那正面才會比較好守住一點 那現在庫曼的呢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有正常封建打架 然後到了城堡時代 或是點下城堡 就去開TC 封建直接開TC的路線 已經不像以前了 這麼常見了 但是還是有這個封建開TC的打法 但是就是偏少 好那我們先下來看一下瑪雅人這邊的地形 瑪雅人地形看起來是黃金在前方 右邊有果子 左邊的黃金跟右邊的附金 都是在偏後方的位置 石頭也是 這個地形來說對於瑪雅人來說 算是接近半個天土 如果只要小微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超級小微 但是前面可能要投機跟劍塔 防守果子 或是防守一下黃金的位置 應該前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算不小微的話 要正常微加也是ok 這裡微一下 微出來 這邊再稍微微過來 稍微微大一點就是了 瑪雅這邊偷到了三隻綿羊 塔套這邊 回來拿下綿羊 瑪雅這邊直接偷到綿羊 把綿羊拿回去送給了塔套 哇 但是還是稍微用綿羊稍微繞一下地圖 用綿羊探圖一下 兩隻還你 這一隻我先探一下 待會再還給你 哇 高手們之間喔 沒有在偷資源這件事情 因為你只要一偷了 那這場的天梯喔 就算贏了 也不是贏的這麼有用 最近你贏了 是贏在對方經濟開局 就是失誤劣勢的狀況下 通常還是希望在天梯上 可以遇到正常的對手 因為在自己的比賽時候 才有可能取得好成績喔 瑪雅這邊直接轉起了 三棒棒轉裝甲 哇靠 這個裝甲來得很突然 十分半左右的時候 來到對方家裡 直接拷爛 開打了開打了 這個木牆血量是比較多的 因為庫曼人的木牆是333滴血 風箭師愛 但是卻沒有 這個 所謂的 大石牆可以用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可以圍大石牆 外裡長城 可能只能圍一個什麼 防止圍在前面之類的 ok 那現在三隻裝甲 要突破這個木牆 還是需要打點時間 後方勞硬直接用 刺頭可以解決掉了 好 這邊是選擇了 先圍支援點的打法 三隻裝甲繼續輸出 好 後方勞現在升到封建時代 沒有轉TC 那這邊似乎知道 如果你要打 開城陣中心的話 我三隻裝甲可以直接 砍你的 開TC的村民 所以剛剛刺猴 沒有跟著這些裝甲步兵 進行攻擊 而是選擇去偵查 地形 跟看有沒有開TC 發現你開TC 我就拉裝甲過來打架 阻止你開TC OK 那弓兵這邊轉的也是非常及時 馬爾人13分鐘 已經有三隻弓兵了 那現在打到三隻肉馬 也抓到了一隻村民 還不錯 家裡稍微小小小騷擾到 好 裝甲步兵這裡回頭 也是 裝甲步兵現在對於毛兵的傷害來說 是有點 不痛不癢 畢竟還沒有點下一擊射 點完一擊射之後 打裝甲步兵 才會有兩點傷害 那毛兵的天生傷害是兩攻 那裝甲步兵是一防 好 好 我們再稍微一下 然後這邊是獲得了一一換一的戰果 這樣看起來 打到還是相當巨喔 優勢一點 那有優勢的部分 是因為現在有毛兵 防守來說沒問題 肉馬繼續出的話 可以繼續騷擾 但是這個一擊射 拿收餐點下也是個問題啊 好 回頭拉一下 繼續攻擊裝甲步兵 可以換掉一隻裝甲沒問題 肉馬再考慮不要上前 如果上前的話 肉馬可能會全部被砍死 還是點個一擊射 把裝甲換掉就行了 好 看來塔塔還是要這樣子 好 這時候已經開下了 城鎮中心喔 哇 這時候開TC 相當舒服 電気開始好起來 那這裡要再圍架的話 可能也不用圍了 這邊稍微圍一下 然後守這個區域就行 好 這邊肉馬往前 那就是塔塔 現在為什麼這裡有優勢的關係喔 毛兵配肉馬 雖然沒有像 肉馬配弓兵喔 這麼強大的潛壓 但是至少少少了來說 還算是可以喔 邊境對方弓兵過來喔 還是有可能會被毛兵給反打回去 喔 測一下 肉馬這邊就有一些輸出空間 可以給一點壓力 但是壓力喔 就會不會像其他的工兵開啟這麼強大 村民被毛兵射不通不養 好 這裡又抓了一隻肉馬 好 嘗試突破 OK 順利的 讓這個房子打到殘血了 只剩300滴 這裡有一隻老鹽在那邊盧曉 再一次槍兵 好 瑪雅這邊等一下城堡 塞 卡套這邊還沒有 瑪雅這邊要轉三軍銀嗎 好 雙軍銀出老鷹 好 那這個搭配 最好也是要這樣出比較好 因為老鷹一升到 神堡時代會變成7點傷害值 現在只有4點 好 一變升7攻直接回頭反殺 老鷹直接變成兩方 所以毛兵怎麼打都是1滴 騎士直接被 四樓直接被打回去 好 這些毛兵應該也是要全部被收掉了 好 那這裡除了轉老鷹之外 奴兵升級好 二級射也升級上去了 好 現在這邊攻兵 往前壓之後 在高地 這高地嗎 看不出來 哈哈 在這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跑到這邊 現在雙TC 開農的關係 現在擁有 透明上的數量優勢 這邊一升到城堡時代 轉出了草原騎兵 稍微反擊一下 這邊的老鷹 老鷹這邊被高達地 被落馬跟槍 草原騎兵打到有點頭部血流 左邊TC已經開始要受到危機 但是這邊的目標並不是TC 而是瞭望塔 喔 這邊看來是要先把這個地方給打進去 好 先上高地 然後打跌打亮光塔 傷害其實很快 這個工兵過來想要阻止 丟箭塔村民 好 自己直接一個收村 工兵左右移動 想要點村民 這邊要稍微移動一下村民 喔 有可能會被頭石砸死喔 好 麥雅這邊點下一級的工兵台下 直接拉座車砸掉 好 火車過來防守 差一點高達地換掉 但是這邊的草原騎兵 擋住了老鷹的衝進來 現在左邊工兵有點危險 打了一個岔邊球 好極限好極限 後面這隻村民努力在修理 亮光塔現在血量還有半條左右 但是被砸兩下可能村民就要出來了 好 這個一級的工兵鎧甲 顯得有用了 可以射到不會那麼痛了 好 這裡又有機會把亮光塔的血量給拉回來 好 這一波打倒守得相當不錯 終於成功逼退了瑪雅進攻 但是如果瑪雅的公司不能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村民術會越來越落後 現在資源量已經落後到了快要1000資源點 好 草原騎兵加騎士在後面攔截過來支援的工兵 這是打工兵果 很長的一個戰術 賺工兵 然後家裡就去出草原騎兵想要嘗試突破 好 三臺頭子車來了 三頭車拆TC 這個血量掉的很快 加油 好 照亮的老鷹衝進來 要直接高打第一 打掉頭子車有機會嗎 這有差了一滴血 五滴 好 三臺頭子車繼續狂拆 那拆TC的話 三頭車很快就可以拆除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裡要不要修理一下 頭車砸一發 兩邊互打殘血 這裡要直接硬拍 1換2 沒問題 NICE 這一波塔套直接硬打就對了 剛好瑪雅這邊頭車停下來 就沒有機會可以跑了 好 那這邊換掉兩臺頭子車之後 下方也有做操作 想要突破 但是工兵已經在家裡防守 這裡居然有洞嗎 有欸 哇靠 這個四級居然沒有辦法把洞全部補起來 衝進去抓掉兩隻村民 這一波塔套小鑽一波 好TC最後還是被打到殘血 趕快拉一些村民過來修理 TC不掉 我的村民的數量優勢 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卡到這邊3TC繼續開農 真的不講武德阿 3TC開農 通常這個情況我就只能3TC就是極限阿 卡到這邊是選擇了3TC阿 完全不把對手的進攻當作一回事阿 好 砸到了 但是沒死 好 工兵稍微被打到殘血 生侶可以拉回家補血 但是生侶決定還是要先回家防守 反正這些草原騎兵阿 一直在督自己的牆壁也是很難受 家裡有生侶的話 防守也是比較輕鬆一些 那這邊是不是看到草原騎兵要過來 生侶直接回頭 好 兔子車又被換掉了一台 這個話沒有預判成功 反正是被對手高打低 換掉了自己的兔子車 卡到這一波被對手 算是預判了嗎 還是沒有空拉自己打 反正獲取了不錯的成果 現在庫曼人點下了更多的村民 村民宿已經要來超到20村左右了 資源量也快來到2000資源點 卡到這邊蓋這個城堡 在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頭車起隨時可以往後拍 結果一拍拍掉那台頭車 這台頭車拍得非常漂亮 但下面這台頭車有看到嗎 沒有往下拍選擇往上拍 往上拍結果是拍不到 反正是下面的頭車被換掉了 哇 這頭車換掉了 現在有點虧 草原騎兵這面直接撞到了工兵臉上 也打不贏 那庫曼的草原騎兵也是這遊戲裡面 草原騎兵加成最少微妙 就只有這5%的跑速優勢 跟大草原耕種技術的產能優勢而已 好 右邊的工兵直接撞TC 這一波多線工兵打得漂亮 大草這邊的聰明書開始慢慢下降 右邊有意識到右邊的聰明都在發呆 好 這裡可能要在蛇幾村 時尚金來到快20村 哇20村金來了 彈道水有的關係 死傷速度非常快 兩邊聰明書開始平衡 右邊蓋寶的頭車還在努力攻擊 蓋寶的村民 這根寶要是蓋不起來 塔套可能就要投降了嗎 但是有3TC優勢可能還不用 哇 現在這裡壓力非常巨大 塔套真的是太小看對手了 3TC真的有點過分了嗎 好 這樣說 好 但是這邊工兵也確實做到了很多事情 即使這一坨送掉也已經值回票價了 好 這邊結殺了大量村民之後 麥亞也開始開下TC 當然就不用擔心自己會有村民入後的問題 對農起來也不會輸對手了 OK 麥亞人終於做到了一波 或者交換 塔套這邊草雯騎兵也集結起來 終於把正面的頭車給打掉 那有這根城堡之後 城鎮中心雖然可以繼續進攻 但是要往下面的部分 而且這個工程七隻招手也會被射掉 所以這邊是打算 沒有就需要繼續前壓 這個頭車居然拍到了 爹發也打到 哇 一台頭車換了大概快要10隻工兵 已經不虧了 但是兩隻錯命還是被換掉 好 這裡一個預判 好 再拍個一下 好 這邊拍一下 頭車還是被修了回來 最後只剩下12隻的工兵 然後騎兵過來抓掉幾隻村民 麥亞人村民樹也是有所下降一些 好 現在左右開攻 兩邊都有騎兵想去偷抓村民 但這頭工兵直接繞過去了頭石側的正面 想要從側翼繼續抓村民 好 草雯騎兵慢慢的拆除左邊的一些違建 右邊右邊點下來一隻村民 這裡要趕快拉草雯騎兵過來抓一下 右邊這一坨工兵 剩下12隻草雯騎兵現在 沒有二防喔 還是有點危險 但是以體質來說應該是能打的贏了 總共有913滴血 工兵只有224滴 只要沒有被對方鑽到一個小洞裡面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結果這邊直接錯過了 哇 就跟愛琴一樣 我的天 兩人並沒有相遇 工兵又回到了前男友的身邊 這個錯過了 太可惜了 要是能抓到的話 對不對 現在瑪雅人只有20幾隻的工兵 但是一讓他集合 哇 這個數量來到了42隻了 要是待會升到帝王時代 強無變身 就會很難受 而且現在這個數量 可以秒殺一台頭石車了 好 但是兩邊都是7點射程 所以誰秒誰還不好說 但工兵數量這麼龐大 很肯定的是草原騎兵 肯定扛不住 好 電王時代也補下了 現在草原騎兵 有點難成為阻力 還是庫曼要轉一下遊俠呢 好 開始轉騎士了 按一些騎士 但沒有按太多 又去補草原騎兵 OK 兩台托石車 在上方 下方46隻的工兵單位 又回頭 這裡沒有敵軍 但是他是不是感應到了什麼 以為覺得右邊是有蹊蹺 左邊有大軍 那右邊是不是有人會來逼低 有拉一些工兵在這邊巡弱 急一點虧射右邊 還是有意要提防被BD的可能性 現在要打贏的話 瑪雅可能不能只單走工兵路線 還是要混點兵 現在最好是轉個什麼槍兵路線 稍微防守不下 或是轉個白血老鷹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這邊是打算要先把工兵先提升 這邊第一打高就換掉了 OK 再來一發 再來一次 好險 這裡並沒有回頭開打 沒有預判成功 那他這邊是點一下一攻 電用時代還有一分鐘 現在到處都草原騎兵 再拆除這些燒彈 想讓瑪雅的視野開始慢慢變小 這邊閃了一台衝車 開始督掉這些圍劍 左手再轉個一發 重點換掉 第一打高換成功 但上面這裡有點危險 再拖車已經換掉兩台了 第三台拖石車有機會嗎 哇 戰神拖石車啊 好 瑪雅三到電用時代 強奴 槍兵開始陸陸續續補下 好 槍兵還是得提升 好 草原騎兵 直接撞到了封兵臉上 封兵現在高打地傷害非常的痛 好 拖車砸 沒有找到僧侶 對於聖旅的目標眼裡就只有 聖物 聖物往後搬 好 這邊頭車 這個怎麼出來是砸路啊 吐了 一出來砸到路 沒有砸到頭子車 所以說塔套這個頭車是有空的 有空才有可能點到路 因為頭子車不會自動主動攻擊旁邊的野生動物啊 所以說點歪了 好 那現在強奴來到數量68隻 已經滿超過一隊了 因為一隊最大數量就是60隻喔 OK 一隊60隻的單位要空起來 也是挺麻煩的 所以部隊量有點龐大 那以前瑪雅的科技呢 有這個黑曜石之劍喔 這個這個建築物喔 是非常快的 但現在這個能力已經給莎拉森用了 所以現在瑪雅不像以前喔 可以只單靠工兵喔 進行工程喔 這算是對瑪雅的一個nerf嗎 我也不太確定了 但能唯一確定的事情喔 這個銀貫技術變成 浮爾切絕毛兵喔 並沒有讓瑪雅的勝率大幅提升喔 反正是以前的黑曜石劍喔 可能還是更有優一點啊 然後這裡直接 草原騎兵升到精銳 衝了進來這一大坨並沒有想要正面交戰 這邊塔塔目標是敵方的城鎮中心 還有後面大量村民 前面是轉出了大草原耕種技術 開始轉一些肉馬 可能是想要走一波BD偷家流 哇這裡抓到非常多村民 這裡太多村民沒有地方可以鑽 草原騎兵抓掉了非常多村民 欺負著瑪雅人沒有機動性的優勢單位 雖然有槍兵 但槍兵也追不到這些草原騎兵移動速度太快了 完美打出了自己的騎兵優勢 哇工兵部隊3-3來遲 這就是沒有習慣喔 分兩隊工兵控的原因喔 剛講完你就分了是不是 一定要分兩隊去打 不然這個沒有辦法解得完家裡支持的問題 分兩隊 一隊去抓一隊 這裡抓掉草原騎兵數量非常快 工兵回救 就意味著庫曼家裡一片翔河 不用擔心外敵的入侵 只要專心攻城對方的城堡就行 現在也沒有產巨頭 現在還在努力的開騷擾 這邊是怎麼按到 貿易車隊 打套難道有意想要跟對手貿易嗎 槍兵直接往前戳 戳掉了一堆衝一堆駝死車 後面還有些草原騎兵沒有被發現 找個機會再往前 這邊大洛馬直接往前吃掉少量的強弩 強弩直接被洛馬貼上完全打不贏 這個洛馬數量夠多 大草原更動技術 產能優勢開始顯現出來 而且現在木頭有點爆量 只要趕快多灑一點農田才行 右邊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左邊部分開始在灑農田了 農田數量確實還不夠 現在工兵部隊分成兩隊 一定要分兩隊超狠守住 但是也不能太過於往前 又被對方的騎兵給包夾掉 這一坨草原騎兵被攔截成功 這一坨是塔套的一個小烈士 草原騎兵現在數量已經削減到只剩下22隻 現在轉出來的東西都是大洛馬了 上攻也不下 塔套現在已經200村 200人口 邁亞也是200人口 這一波要開始進攻了 塔套這邊轉出了三台衝車 衝車沒有升級上去 但是右邊這一坨 大洛馬直接硬上 吃掉了這一坨工兵 這一坨工兵最後是直接被包掉 草原騎兵加上洛馬的搭配組合 非常凶狠 洛馬貼上去 草原騎兵義工的傷害在後面補輸出 哇這一坨直接吃掉了一點虧 所以我正面的洛馬也往前想要嘗試突破 最後抓掉一台巨頭 但是洛馬有點困難 好但是衝車來了 槍兵可能沒有辦法阻止 有可能頂得到嗎 但是槍兵一直在阻止衝車的敘路 最後沒有頂到 後面的城堡最後是被擊落 後面有隻村民慢慢在抓 這是後方大洛馬跟草原騎兵 已經炸爆後方村民 這邊的均勻拘捷截點 也是讓槍兵一出來就暴斃 洛馬跟草原騎兵的傷害值實在太高 右邊有從這在偷偷拍頂 巨頭也開始慢慢產生出來 現在正面的部隊直接爆炸 現在還有少量槍兵在正面 槍子剩下24隻數量而已 但這邊目標是要抓到巨型偷使機 兩台巨頭勝利拿下 第三台又有機會 兩台巨頭很努力反擊當中 但是這邊還是想要先去抓村民 現在瑪亞家裡一片爆炸 83村村村民宿還在往下 巨頭出來 趕快拆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後面這些村民還是被燒落當中 瑪亞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塔塔拿下比賽勝利 哇大草雲跟蹤技術 直接打出了技術生下來 庫曼的機動性的優勢 也是發揮得零零盡致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庫曼人拿下支援上勝利 黃金輸了5000 但是卻贏了4勝物 不靠黃金打贏對手 只靠基本功跟基礎支援 就拿下對手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